轻轨档载口岸段全长3.08公里 设有三个车站 包括有科技大学站 国际机场站和北安码头站 招标工作已完成 运建办一共收到14份标书 预计工时约1000天2015年完工 按照原定计划 轻轨一期项目要在今年内全面动工 但目前已经开标的项目 只有档载市中心段和口岸段 而陆档城东段还在招标 为了争取轻轨一期 在2015年投入运作 各段轻轨站的建设 完成判几后就会及时动工 预计档载市中心段 可率先在第一季施工 至于轻轨澳门段 目前正就细部设计进行推介 预计下半年就可以进行招标工作 奥亚卫视线娜娜张世伟澳门报道